今早的ET各股推介是推介昆仑能源135 揀選原因是港股年日震荡、新經濟、内房、物管股等 都持續下跌影響市場的氣氛 新能源股份備受國策推動可以跑贏大市 中央致力實現雙碳目標 積極推動新能源產業加速發展 其中天然氣為能源佈局的熱點 持續提高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加速需求提升 股份就是看好昆仑能源 昆仑能源積極去併救城市燃氣項目 推動天然氣的消量增長 摩根大通就說昆仑能源在2019年的財年以來 已經收購了超過120個城市燃氣項目 當中大約5成是天然氣消量增長來自新收購的項目 預期2022和2023財年 銷量增長大約1成7,高過同業 昆仑能源昨日收報7.53 策略上建議7.2的水平吸納 上網8.5的跌穿6.5就要減遲了 努力減 浮動天然氣 徹底線 從掃其中urable 追踩 毛巨大 舊